釣魚島再起衝突,日本暗示事態升級就開打 大家好,這裏是軍事熱點節目 在四艘中共船隻駛入東海釣魚島或者叫尖角豬島附近海域後 日本防衛尚岸信夫在12月14日 與中共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以視像方式舉行會談 岸信夫對中共公務船多次駛入釣魚島周邊海域 導致雙方事態緊張升溫的問題表達關注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岸信夫表示了日方對中方 試圖通過脅迫單方面改變現狀的擔憂 在與魏鳳和的會談中,岸信夫強調 駕魚島在歷史上和國際法上都無疑是日本的領土 不存在應該解決的主權問題 要求中方自我克制不要令到事態升級 日方聲明補充說,岸信夫敦促中共通過提高 對其國防政策和軍事實力的透明度 來消除國際社會的關注 據中共國防部消息,魏鳳和聲稱 中共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決心堅定不移 雙方應省眼於大局和長遠,妥善處理分歧 日本防衛省介紹,會談時間長達1小時35分鐘 超出了原定的1小時時間 兩人最終同意,為了避免不測事態 中日雙方將盡早開設防務部門間相互通報機制 也即是海空聯絡機制熱線,加速協調 近幾個月來,中共在南中國海以及東海持續擴張軍事 導致與周邊鄰國的關係緊張 在這次對話中,岸信夫的強硬表態 警告中方不要令到事態升級 升級就是開打,岸信夫暗示不怕升級 相比之下,魏鳳和的表態前後矛盾 前半句撒橫,強調決心堅定不移 後半句馬上是軟,所謂妥善處理分歧 中共一貫以領土爭端名義,大開嘴炮 煽動民族情緒,以轉移國內視線 其實,出賣中國大量國土的中共 從來就沒有在民族利益上關心過中國領土的完整 中共也從來都沒有處理領土爭端的能力和智慧 只是根據他們的需要出賣國土,製造時端 一旦碰到棘手的事,充滿了氣的皮球就會被突破 釣魚島是位於東海南部,台灣與八重山群島以北 沖繩海從南端西北方向的一組島嶼 由釣魚台,黃美墜,赤美墜,南小島,北小島等島嶼和岩礁構成 各個島的泥土不厚,風浪較大,只得釣魚島上有淡水溪流 目前中共,台灣和日本都聲稱釣魚島為其領土,引發一連串爭議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